破目以惊悚兼容民俗信仰入题 但其实电影内容还有韩国日剧时代的背景故事 故事讲述金高盈 李道现饰演的乌席 收到了来自美国洛杉矶委托人的请托 发现该富裕家庭中的长男们均遗传怪病 金高盈感应到 是祖坟出问题 在找来崔明直饰演的风水师 以及刘海珍饰演的李仪师后 四人联手挖祖坟解决问题 没想到地底下埋藏的事件远远超乎想象 这个题材和我们中国香港的很多恐怖片很相似 林郑英早年也是有很多这类的题材的电影 片中崔明直为有钱人寻找风水宝地 据说企业家最爱凤凰雪 其灵雪 蝉出雪 蝙蝠雪 这四大灵雪 而英书帮有钱人看风水的时候也很讲究 二 葬礼禁令 祖坟中出现象征龙的蛇则代表吉兆 意味着此处是风水宝地 且祖先的魂魄可能依附在蛇身上 因此不能伤害蛇 以免影响到后代子孙 在片中就出现了异幕挖坟帮兽误杀了一条蛇 结果出发一连创恐怖效应 影片中融入了丰富的韩国民间传说元素 乳女是日本民间传说中的一个妖怪 据说乳女会吃人 如果见到她便会令人大病异常 影片中一位属猪的人遇到了一条像乳女的蛇后 不小心斩断便没缘由的生病了 除了暗示生肖猪和生肖蛇相克外 还表示着殖民时期日本统治者对韩国底层民众的剥削 另外片中金高银用糯米与马血驱鬼 党鬼在经典香港早期的僵尸电影中也有类似 英书在驱邪的时候会经常用到糯米 说僵尸害怕糯米 民俗中糯米可以驱邪 至于马血 不懂为什么是马血 在华人习俗中是采用黑狗的狗血 在英书一部电影也有描述因为道士认为狗血 有辟邪 让妖怪献出原形的作用 3.挖坟帮兽为什么生肖是猪 连续第二点 崔明直等人破目时 为什么指定要找生肖猪的男子来帮忙 因为在传统习俗上 猪与蛇相冲 有一种说法是猪会克舌 因此破目中故事安排生肖猪的帮手来协助压制 4.破目vs 恶鬼 破目中出现的恶鬼在被从棺木里放出来后 开始四处找后代子孙寻仇 为什么会找自己的后人残害而不是陌生呢 我们让英书解答 将尸会陷害亲人 所以他会追着你咬 到时候我们同心合力把他牙拔 敏锐的观众应该都发现了 恶鬼无法自己开门窗 会透过引诱的方式让门内的人打开 这一点在去年由金泰黎主演的热门韩剧《恶鬼》中也有相似片段 不论是破目或是恶鬼 均安排鬼魂无法自行入内 会透过引诱甚至是变声导致屋内人误会而开门开窗 有一种解读是 因为东方社会有门神 鬼魂难以攻破 而在西方则有一种说法 是吸血鬼要被邀请才能进入屋内 另外在这两部惊悚作品中都有出现的 还有大量灌水 破目中委托者被附身后狂灌水的桥段 在《恶鬼》中出现在金泰黎身上 他受到体内恶鬼声潜意识的驱动 四处疯狂寻找水源 精湛的演技不仅对手演员吴正氏吓倒 至于为什么要喝水有很多说法 但是叔叔觉得比较靠谱的就是 因为一直没有祭司自己的祖先 导致祖先又饿又渴 我们中国广西 广东就有祭司祖先的优良传统 什么好吃喝的贡品都放上去 还要烧钱孝敬 5.主角名字 破目中四位主角的名字 其实与殖民时期的抗日意识有关 崔明直饰演的金上德 指的是金向德 金高颖饰演的花林 对应的是抗日独立运动人士李花林 刘海珍饰演的高荣根 对应的是军人 政治家高颖根 李道现的角色凤吉 则是对应韩国独立运动家尹凤吉 此外在电影中后段登场的金志安 金善应两人饰演巫女慈慧 光星同样也是当年活跃于独立运动的人士 而片中墓地附近的寺庙辅国寺 当中的住持袁峰 则与反抗殖民的义猎团团长金元峰对应上 而主角的车牌号码则与韩国重要的历史事件相对应 金高颖的车牌号码0301 象征着三一节 这一天纪念着1919年韩国三一运动的爆发 是韩国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标志性事件 崔明直的车牌号码0815则对应着光复节 纪念1945年日本投降 韩国光复的历史时刻 而刘海珍的车号是1945直接指向韩国光复的那一年 这些细节的设定不仅凸显了角色在影片中的历史意义 也暗示着剧情和韩国光复运动的有关 7.狐狸砍断老虎腰 老虎代表朝鲜半岛撞似老虎 而片中提到的铁装也有历史根据 据传日剧时代日本曾在韩国多个风水宝地 定下巨大铁钉 借此破坏韩国风水以及削弱国运 传闻中从1985年开始 朝鲜半岛各地拔除了约300根的铁装 但还有许多深埋在各处 有一部分的韩国人认为 南北韩分立就是因为因为这项原因 更多人认为这也是导致韩国美任总统 大多不能善终的清瓦台诅咒的原因之一 民宿学家也表示 若被人在祖坟上定木钉或木桩 就形同诅咒那个家族不出南钉 或会导致后代南钉找不到出路 在韩国也曾发生过一桩离奇事件 某海岸村村长连续几晚 一直梦见已逝的父亲 村长觉得是有蹊跷去查看父亲的墓 发现墓上竟被插了约150公分的铁装 其他村民的20个祖坟上 也都被插了类似的铁装 总数竟多达378根 且都是以家中有成年男性的祖坟为对象 而这样的行为在韩国乌习人士眼中 被视为是一种诅咒他人秘书 一般乌习人士都不会帮忙做这样的事 因为形同受过杀人 且连乌习本身也可能会欧运缠身 日本阴阳师的形象和其所施加的邪术 不仅是恐怖的源头 更是对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文化侵略的象征 阴阳师利用风水学说中的铁装子传说 在韩国土地上打下铁装 企图破坏朝鲜的国运 这一设定隐喻了历史上 日本对韩国进行的文化和精神上的压迫 铁装子被设置在朝鲜半岛的重要地点 如王宫、明山等 这些地点在现实中 也与朝鲜半岛的南北分裂 有着地理上的关联 通过这种设定 电影暗示了外来势力 对韩国国土完整和民族团结的破坏 南北分裂不仅是地理上的割裂 更是民族心灵上的创伤 8.来自美国的委托人 千坟的委托人被设定为美籍韩国人 他知道自己的祖父当时是亲日派 也就是被称一猎团称为卖国贼的高官 因此在韩国光复前 为了自身安全 将在日殖民时期因卖国而赚取的财富 一并迁移到了美国 同时 韩国能光复也是得益于美国的出手 因此才造成了韩国光复后 大批先前的亲日派 直接转身变成了韩国政府官员 这也造成了韩国的近代史上 一直和美日有着深度的纠葛 9.委托人想直接火化 和迁居美国的原因相同 委托人是担心如果墓地里 有当时日本殖民政府赠送的勋章等陪葬品 就会被主角发现自己是卖国贼的后代 因此才急着要求火化 其实从镜头给的片段中 火化时已经显露出确实有勋章等陪葬物品 10.空姐和金高银的对话 飞机上空姐用日语和金高银问好 但是金高银直接告诉她 我是韩国人 这段剧情其实是在映射日本殖民时期 对朝鲜民众的文化奴役活动 当时殖民政府全面取消了韩语课程 并让韩国人必须有一个日本名称 但是语愿为 韩国的民族情感也在那时得到了巨大的凝结 一些爱国教师开始编撰第一本韩语字典 这段文化侵略在多部韩国电影中都有讲述 影片的高潮部分 韩国的风水师 入恋师和巫师联手对抗日本遗留的污秽力量 象征着韩国人民在历史上的抗争和对自由的渴望 最终主角们成功解除了诅咒 这不仅是对恐怖源头的胜利 也象征着韩国人民在精神上摆脱外来侵略的束缚 重获民族自尊和自信 以上就是破幕里面一些小细节的解析 但是叔叔觉得看这种风水题材的电影 还是要看香港艺人老辈林郑英的 有因为家里先人墓穴风水不好 导致祖先变成僵尸 残害后人的 有炼制邪道而变恶鬼的浪人 也有像花灵这个角色的英姑如果说英叔饰演的是道士 英姑这个角色就是专门看英我们俗称的贤婆 还有灵英的 启门邪术这类的 在叔叔心里 英叔才是YYDS 英叔一出场 安全感就来了 你们觉得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